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到新眼光读经 8月29号 那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书39章 第1节到18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 西底嘉座由大王的第9年10月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大军 进攻耶路撒冷 在西底嘉座王的第11年4月9日 耶路撒冷城墙被攻破了 耶路撒冷沦陷时 巴比伦王所有的高级将领 都到中央门在那里开庭 这些将领包括尼甲沙利靴 三甲尼泊 撒西金和另一个尼甲沙利靴 西底嘉王和他的位队看见情势危机 连夜逃出城外 他们经过王宫花园 走过连接两道城墙的通路 往约旦谷的方向奔逃 但巴比伦的军队追击他们 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追上西底嘉 他们俘获他 把他带到尼布贾尼撒王那里 那时尼布贾尼撒在哈马境内的利比拉 他就在那里审判西底嘉 当着西底嘉眼前巴比伦王杀了西底嘉所有的儿子 也杀了犹大所有的贵族 然后把西底嘉的两只眼睛挖出来 用铜链锁住他 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人放火烧了王宫和民房 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最后尼布撒拉旦护卫长把留在城里和他 和向他投降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 他把那些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大 把葡萄园和田地分给他们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命令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把耶利米找来好好带他不可伤害他 他有什么要求就替他办 于是尼布撒拉旦和高级将领尼布撒斯班 尼甲沙利靴以及其他官员 从王宫的监狱里把他放出来 交给沙帆的孙子西西干的儿子姬大利 吩咐他安排我回家我就回去住在同胞当中 我还被关在王宫监狱的时候 上主吩咐我告诉古时恩以伯米勒 上主万军的统帅 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 我要照我宣布的毁灭这城 不让他繁荣 你将亲眼看到这事发生 但是我上主要保护你 你不至于被交在你所惧怕的人手中 我要保护你安全 你不至于死在刀下 你一定能保全生命 因为你信靠我 上主这样宣布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实在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 求主再次的透过耶利米书 在现在动荡不安的时候 来提醒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希望好事成真吗 如同我们知道的前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累积多期的这个威力彩 终于可以得到这个高额的奖金 得到的人让我们非常的倾献 当我们听到假若是重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让我们觉得好事成真 若我们很期待的这个工作 在众多竞争的人当中 我们终于脱颖而出的时候 我们得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高兴 是好事成真 可是我们绝对没有人想要坏事成真 例如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一句话 你确诊了 或者是我们知道在打疫苗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身体的不是里面 我们也会很担心 那个身体状况很糟的会是我们自己 从个人到国家 阿富汗面对了塔利班政权的侵劳 让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 他们全国陷入大逃亡的当中 此外我们也知道在更早之前 还有缅甸的军事的爆发 这些都让我们看见是国家的坏事成真 从第39章的这个经文开始 我们看到标志坏事成真的时间 终于临到了 在西底嘉做犹大王的9年10月 相当于公元589年的11月到12月的这个时候 上帝透过这个耶利米这个预言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大军进攻耶路撒冷 他进攻了两年 在西底嘉王做11年的时候4月 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完全被攻破了 耶路撒冷被沦陷的时候 圣经在这里描述了两派的局势 有巴比伦这里的高级将领 先集中到这所谓的中央门这里 他们准备要开庭 或许我们觉得开庭比较像是 这个法律的这样的用语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预备要成立 他们的所谓的临时政府 他们要公审被他们所攻陷的犹大的政权 另一派我们知道就是犹大的政权 西底嘉是连夜的逃跑 这里描述他们迅速的 他们跨越了王宫的花园 两道尾墙 以及他们前往逃亡的方向 可惜的是巴比伦军队追击他们 于是在耶利哥的平原这个政权被巴比伦追上了 被他们所逮捕 犹大王西底嘉被这个尼布贾尼撒王抓走 在哈马境内的利比拉 接受了这一些巴比伦的高级将领的审判 我想我们会觉得审判好像是理性的过程 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到震撼与难过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血腥暴力的审判 当着西底嘉的面前 巴比伦王杀光了西底嘉所有的儿子 犹大所有的贵族 然后他把西底嘉的眼睛也挖出来 用锁链把他锁住 最后还甚至把他掳掠到巴比伦去 原本的耶路撒冷王宫被巴比伦放火烧了 不仅烧了王宫还把民房烧了 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原本坚固的这个建筑顿时全部都拆毁了 这一段我们如果有兴趣 在列王记下25章第8节到第9节也有相对应的记载 可见巴比伦对待耶路撒冷的殿和王宫 以及各个房屋是完全不顾惜 甚至最后尼布撒拉旦护卫长把留在城里 和向他投降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 透过不留在那个原地来斩草除根 留下这些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在犹大 然后再次的把葡萄园跟田地分给他们 犹大跟巴比伦如此被掳掠 就像我们看到的阿富汗跟缅甸的事件 军政府不留情的进行军事的占领 透过这个暴力跟毁坏重建政权 耶利米呢耶利米跑去哪里 在前面的国家的忧患还没有看到耶利米 难道他逃走了吗 难道他说中了预言 可以在巴比伦高深步 他跟有大人一样他被掳掠了 经历了这些亡国的痛苦 可是巴比伦听说了他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命令这个护卫长 尼布撒拉旦说 你把耶利米找来 好好的带他不可伤害他 他有什么要求就替他办 希底迦家族这么不流行的人 竟然如此的礼遇耶利米 耶利米到底是什么角色 让巴比伦如此的纪念他 其实我们从前几天的新眼光读经里面知道 希底迦其实有把耶利米找来 那在国家存亡之际有询问他的意见 但是耶利米给希底迦王的这个意见 这些其他的官员都是相当不满意的 最后甚至这些官员不撕裂衣服后悔 还过分的把这个耶利米吓到井底 耶利米没有因为希底迦如此待他 他就改变了传达上帝话语的心意 反倒我们看见他继续忠心的持守 巴比伦王释放他的部分 圣经让我们看见是上帝的一个保护 他的旨意应验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利米被从王宫的监狱里面放出来 他被这个基大利保护 回去住在这个巴比伦的犹大人中间 当时保护这个耶利米的古神以伯米勒 也经历了上帝宣告的信实 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对耶利米的所有的一个看顾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于坏消息感到震撼 我们常想避免坏消息 做许多的这个防护的措施 但是对上帝而言预防措施 就是我们敬畏上帝遵行他的道 不论是我们个人或是国家 我们都要如此 承担国家的政策与社会的氛围常常牵涉 许多复杂的这个范畴 先知的言语也常使人感到刺耳跟不近人情 博士时证明上帝的警戒与提醒 是犹大人保护的之路 那求上帝帮助我们 当上帝来提醒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够敬畏上帝的性质与伟大 在这疫情当中愿主帮助我们谦卑聆听 上帝的话语遵行他的道 我们同心来祈祷 全地掌权的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持守信仰的珍贵 坏消息成真或许让我们感到痛苦 但是我们明白上帝一切的源头都在你的手中 求你帮助我们所言所行都能够尽心在你的旨意当中 求你眷顾我们也在这世界局势里面 经历着许多的动荡 也能够继续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奉耶稣救命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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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